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楠 今天想跟大家說一個我想說很久的話題 就是分享一下在英國生活中會發現一些比較特別 你可能會喜歡或者不太習慣的文化 或者生活習慣 我覺得當我們考慮移民的時候 都真的需要了解這些事情 看看適不適合自己 首先其實我也可能要介紹自己一點 之前在其他影片都沒說過 其實我自己是在香港成長的 到了讀大學我就去過哈威爾 以及美國西部讀大學 之後畢業了就回到香港進修 然後就上班 做了兩年半左右 之後就認識了我現在的丈夫 所以我就移民了去倫敦 當時是walking holiday 之後就sports visa 在倫敦住了五年 做事生小朋友 之後就再搬了去 離開倫敦另一個大城市那裡 現在生活了兩年半左右 所以在這麼多不同的地方住過之後 我也體會了很多不同的文化 特色 我覺得在英國生活了七年半 其實也有很多我很欣賞的東西 也有些是我不習慣自己去適應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想分享一下關於這裡的生活時間表 除了倫敦的時間會晚一點之外 其實很多其他大城市的英國人 他們習慣是六點多至七點半就會起床 之後一般上班一續 是八點至九點之間就會上班 我有朋友他們為了早點下班 可以和小朋友多點時間 他們可能會七點鐘就會上班 而小朋友在學校 叫做school dinner 不是吃午餐 吃school dinner 時間是十一點九至十二點半 之後三點鐘放學了 一般上班人士就會四點至五點之間 就會下班 而小朋友呢 就會五點鐘吃晚飯 之後梳洗 然後到了七點至七點半之間 這裡的英國小朋友就會上床睡覺 之後帶人呢 就有小小的happy hour時間 自己在living room 可以小小的伏伏看一會 那我的朋友告訴我 他們晚上睡覺時間 我真的不敢相信 他說九點半 他就準備上床 或者到十點 對他們來說已經是很晚的睡覺時間了 那我相信在香港這個時間 我們還在逛街 看電影 甚至乎在吃宵夜 真的很不同 說一下娛樂 在香港 這個這麼多姿多彩的大城市 其實我們多多少少會習慣了很多的方便 從來都不怕悶 但是英國這裡就不同了 我們的商店 商場 大部分都是六點鐘就關門 倫敦好少少 八點鐘就關門 那麼很多人呢 放了工 就不會再去逛街了 看電影呢 大部分的大城市 都會有戲院的 不過如果你移民了來英國 如果沒有工人姐姐 或者公公婆婆 爺爺媽媽在身邊 幫忙看小朋友的話 那就只好留在家裡 看Netflix 另外 英國人 比較普遍 或者可以說是唯一的夜晚的娛樂 就是去Pub 或者去Night Club 有時候我看到我的鄰居 太太 她突然化了個妝很漂亮 設了個頭很漂亮 就知道她準備和她一幫好姐妹去Pub 那裡喝酒 聊聊天 大家聯誼一下 其實我搬離開倫敦之後 也認識了很多 比較多的土生土長的英國人 我發現其實她們的娛樂 很多都喜歡和大自然有關 可能去逛山 散步 踩單車 帶她的爺爺媽媽 公公婆婆他們去釣魚 還有些朋友 他們會買全年的動物園換票 可以和小朋友一起看動物 還可以介紹大家去一個非牟尼的機構做會員 叫做National Trust National Trust 它就致在於一些很有歷史 比較古老的大宅 和花園的管理 提供給會員免費去參觀 在聖誕節 大的節日 還會有一些很特別的裝飾 飲食 在英國這裡 外出吃東西 或者買外賣 都是一件比較昂貴的事 你不會說可以找到一些二三十塊的一碗麵 或者一盒飯 最普遍的Fish&Chips外賣 都要六磅半至九磅左右 除了在最大幾個城市之外 其他城市都很難找到一些亞洲 例如想吃日本食 韓國食的餐廳 很多大部分都是西餐廳 你可以吃意粉 披薩 Fish&Chips English Pub Food 來來去去選擇也不是很多 當我好想吃好吃一點 正宗一點的日本食 和韓國食 的時候 我可能就要去倫敦 或者其他大城市 如果好想吃車仔麵 咖喱牛腩 或者煎羊三寶的時候 可能就要自己煮 或者等下次回香港的時候 大放肆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就請LIKE 和Subscribe 和Share給你的朋友 Bye Bye